我们讲这个睡眠到底要睡多少 其实我看过一个 他说现在健康睡眠 我个人认为现代人很难达到 因为以成年人来说 大概睡7到8小时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早上一般上班族 你6点半起来的话 你大概最晚11点半一定要入睡 所以我觉得浩然就还不错 10点半入睡更好 可是他说对于学童来说 学童要睡10到11个小时 青少年要睡9个小时 所以我就算过 我们家小朋友如果6点半要起来上课 他8点半要睡 他才睡10小时 我想怎么可能 哪个小孩子 然后青春期的小孩要9点半就要入睡 他才可能睡9个小时 所以还好他们的血管弹性还不错 不然其实这样睡眠 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够的 而且其实睡眠的品质也很重要 我刚刚讲 就是说你不要认为 睡眠我刚刚说7到8小时 其实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连续性的睡眠 像如果你今天晚上 一个晚上起来上三四次厕所 其实你的睡眠被中断 对 或者说有些人说 我睡7个小时 我前面先睡 很多妈妈都前面先睡3小时 然后起来做做事情 后面再5 4个小时 我这样加起来3加4 7个小时不行 因为其实睡眠一定要连续 因为你必须要一个深层浅层的睡眠 连续8小时的睡眠 会有4到5个睡眠周期 那你才会觉得起来精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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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